一整片落地窗配上蓝底金字招牌 另一头座位区窗户打开 配上高脚椅打造欧洲英伦风格 这件事演员黄少奇开的咖啡厅 一大早就陆续有顾客上门 但却有顾客不满员工的服务态度 一名女网友在黄少奇脸书留言 表示当天还没到营业时间 太阳很大想提前进店 而员工却说点餐机没开 无法点餐只能在门外等 让他控诉店员教育训练有问题 鞋杠当起咖啡厅老板凡事都亲理亲为 英伦家好友也会到场力挺 面对网友评论 忍不在台湾的黄少奇也虚心受教 第一时间就安抚消费者 说不该让顾客在门外干等 强调会对员工进行惩处 超宠顾客却被员工爆料是灌老板 网友在迪卡发文说自己的妹妹 在黄少奇的咖啡厅工作 但上个月黄少奇生意不好 要控员工薪水三千块 还加码爆料 黄少奇没搞清楚营业时间的客人客诉 就狂骂员工 甚至直接拔掉店长职位 咖啡厅也紧急发声明 强调当时营运主管劝导储备店长 对方不服才选择离职 而黄少奇都在大陆横店拍戏 没与当时陈兴储备店长有过任何接触 绝无老板狂骂员工事实 说开幕以来 营运已上轨道 营收获利都在预期之内 绝对不可能用生意不好理由 苛扣员工薪资 黄少奇紧急用律师信灭火 希望风波就此停息 也希望自己热爱咖啡的初衷 不要被抹杀了 TVB新闻龙山张琴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